現在其實我骨膜就是裂掉了 所以我才會有很長一段時間 其實幾乎都是沒有上場 就是我上場的時候我沒有辦法 我只要再多一點點 我的腳就會斷掉 那我想說 嗯 努力是努力 但應該不用到腳斷掉吧 其實我以前我在大隊接力 好像也不是什麼出色的人 就是一個很平庸的對雜魚的部分 我那一開始在跑步的時候 100公尺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天啊 怎麼那麼長啊 好像就要斷氣了 我那一次跑17秒6 一輩子都記得的數字 以前就是常常打籃球什麼的 大家也都常常會說 欸我覺得他跑得很快 就是你跑動什麼 你要跑位啊什麼 都接得到都OK 所以我其實那時候是蠻有自信的 然後跑過去的時候 聽到17秒6我整個大傻眼 我一定可以更好 不是只有 我不是只有17秒6 我不相信 我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 不喜歡努力跟練習的人 我是一個超級懶惰的人 我就是那種廢物中的廢物 就是我的人生裡面 從來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是 被拿來說 哇你很厲害你很棒 你很優秀 我從來沒有這樣子過 所以 我那時候心裡也很渴望說 我第一次我很想要 我很想要證明自己 我就開始一直瘋狂的練習 我就覺得說 你都活了29年了 那 你難道沒辦法努力這一次嗎 對 高一點 腳高一點 腳高一點 欸 高一點 你用手 手錶上踩就是這樣 我會 這個 刺激 5秒 5秒 再2秒 再2秒 我就是真的花了好幾個早上 那我真的是 大熱天 那37 8度 那時候剩下酷暑 每一個人都說你可以 你進步很多 然後就說這個有比較好 這個有比較好 明明就沒有比較好 所以 我後來就發現 他們的那種互相鼓勵的這個 動力是很很強的 這個能量是很強的 然後很重要的 也是因為這樣的動力 然後支撐我 說喔那 如果他們可以 如果他們做得到 那我也一定可以做得到 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 我就不管 不管變黑 不管變髒 不管什麼 就全部都不管 因為 大同是5點半之後 可以開放小白人士進出 所以我就5點半 每一天一到5 就是去回 5點半我就一定會出現在那裡 然後就看 就是竹巴要教什麼科別 那當然我也一定會在這個運動過程中 接受到一些運動傷害 以前沒有這麼高強度的使用它嘛 所以你在這麼短時間內 這麼 劇烈的去使用它 一定會過度疲勞 一開始是腳踝會很容易慣性扭傷 然後我只要一開始跑步 我就超級痛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啊是真的有這麼 就是 這麼不舒服還是就算了 大同有大部 田徑選手 大部分都是女生 那每一個喔 每一個妹妹都是 每次練習完 都是在全部都在冰敷 當然冰敷有修復啊 什麼各種功能啊 不一定是受傷 可是 你就看到他們每一個人的腳 全部都是包著亂七八糟 就是 每一個人都受傷 然後我就看啊 我就想說 喔 那他好像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就覺得 那我不要因為 你只有腳痛而已 你就又放棄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好啊 那你們包 我也可以包 還是不會包 我就把它包起來 所以 其實也是固定啊 然後 從一開始的腳踝 到後來還會有點戴場 到膝蓋 然後到小腿 然後最嚴重是 我的那個 勁前 這一條 然後它是 其實 現在 其實我鼓膜 就是裂丟 所以我才會有很長一段時間 其實幾乎都是 沒有上場 就是我上場 我就沒有辦法 我只要再多一點點 我的腳就會斷掉 那 我想說 嗯 努力是努力 但應該 不用把腳斷掉吧 竹爸他跑多少 14秒97 這狀況 跑完課表之後才跑的 對啊 所以 其實與其說 要講 我怎麼去學會這些運動項目 我覺得 最大的 進步跟成長 是 我在 接觸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的人生 這是一個很 對我來說 人生很大的一個轉捻點 在我人生的這個時間點 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為 有了這些養分 你才知道 你接下來的人生 怎麼樣可以過得更好 這兒 我可以過得更好 在我身邊 是 你 給我